讲给孩子的西游记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悟空中文指西游记系列故事 我是特别爱跟大家讲故事的哈哈老师 之前我们了解到,唐僧是一位特别善良的和尚 他经常会去帮助一些人,而且呢,他不仅善良,而且长得特别的帅气 可是这一次呀,他因为自己的帅气还遭到了一定的麻烦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快去看一看吧 今天的故事是西游记之天竺国玉兔逼亲 哎,天竺国玉兔为什么要逼亲呢?我们一起看一看 话说,师徒四人呀,又继续往前走 走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来到了天竺国的一个寺庙前面 那这个寺庙里的主人呀,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而且呢,还说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哎,我们先来看一个词汇啊 热情,热情的意思呀,就是对待人或者是对待事 特别的热烈,积极主动,而且非常友好 那我们来想一想,对待同学和朋友的合理请求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A,只知不理,不理他 B,热情的,非常积极的去帮助他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嗯,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热情帮助,我们都是助人为乐的人哦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 他说了一件什么样奇怪的事情呢? 原来呀,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阵大风将一位自称是天主国公主的女子 刮到了这个寺庙里 那老院主呢,就把她保护了起来 可是呀,国中又出现了一位公主 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哎,老院主就纳闷了 这个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于是呀,他就想着 拜托唐僧去国中打听打听这件事情 第二天呀,师徒四人来到了天主国的城内 找到了驿馆 并且向驿馆说明了自己来的意思 一成听说他们要去进宫导唤官文 就说,公主今天呀 正在街头抛绣球招亲 你们快去看一看吧 哎,抛绣球招亲呀 就是这个绣球只要扔在谁的头上 谁就得为这个女子做夫君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原来这个招亲的公主呀 她是一个妖精 她算出了唐僧会今天来到天主国 于是呀,就在一年前用风 把真的公主给刮走了 自己变成了公主的模样 哎,她想着招这个唐僧作为驸马 作为自己的夫君 而且呀,还可以吸取她的元气 这样呢,可以帮助自己修炼成仙 那唐僧他们呢,走进了人群 公主呀,就在后面 悄悄地把这个绣球 扔在了唐僧的头上 这时候呀,一群宫女迎了上来 把唐僧请到了宫中 唐僧当然不愿意了 于是呀,悟空就告诉她说 师父,您先进宫 我自有办法,不要着急 诶,唐僧呀,就跟着进了宫 唐僧很无奈 只好随宫女来到了宫中 悟空呀,变成了一只小蜜蜂 停在了唐僧的头上 唐僧这下才放心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呢 公主走了过来 悟空眼睛一看 就发现她确实是个妖精 于是呀,就献出本相 骂道,妖精,你竟然敢出来招摇撞骗 说着,悟空拿起金箍棒,就要打妖精 诶,刚才我们说到了 唐僧不想去进宫 但是呀,无奈只能进去 什么叫无奈呢? 就是表示没有办法了 无计可施了 那我们想一想 下面哪种情况可以使用无奈呢? A,马克早晨去上学 B,马克已经睡着了 又被妈妈叫起来帮忙做家务了 你觉得哪一个是无奈呢? 嗯,没错 正确答案就是B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 妖精呢,看见大事不好 于是呀,他拿起了他的武器 和孙悟空打了起来 诶,我们来看一看啊 他的武器看上去像一个石杵的样子啊 一个短棍 诶,为什么他的武器是这样的呢? 一会儿会告诉大家 好,那他们两个人啊 一直在打呀打 打了很长的时间 还分不出胜负来 那悟空呢,把自己的金箍棒 变成了千百根 围着这一个妖精就打了起来 妖精看到这个情况 就害怕了 赶紧化作一阵清风 逃跑了 跑到一座大山的前面 转眼不见了 诶,这个时候呀 悟空又请出来了 当地的山神和土地神 请他们帮忙找出妖精 藏在什么地方 还把妖精给赶了出来 诶,妖精出来之后呀 悟空举起金箍棒 正要向妖精打去 只听见空中 有人喊道 大圣助手 滚下留情 诶,悟空扭头一看 是谁呢 原来呀,是天上的两位神仙 一位是太阴星君 还有一位呀,是嫦娥仙子 太阴星君先说话了 他说,这个妖精啊 这个妖精啊,是广寒宫的玉兔 帮助嫦娥来导药的 他呀,自己打开了这个金锁 逃到了这里 请大声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了他吧 哦,悟空这才知道 原来呀,这个是给嫦娥导药的小玉兔精啊 嗯,悟空就答应了 不过呀,悟空提出一个条件 要把这个玉兔精带回宫中 让国王看一看 这样,国王就知道真相了 太阴星君呀,用手向着妖怪一指 这个妖精啊,就现出了原形 原来呀,他真的是一只玉兔呢 悟空带着路 太阴星君和嫦娥仙子 领着玉兔来到了天竺国的皇宫 国王看见了 才知道这个公主呀 原来是假公主 那,有了假公主的真相之后呀 悟空又带着国王 他们来到了这座寺庙前 找到了真的公主 那这样,国王和公主就团聚了 他们特别的开心 开心的都哭了起来 那国王呢,还把这个寺庙的主人 封了一个大官 而且呀,还摆了宴席来答谢唐僧师徒 第二天呢,唐僧师徒四人就告别了国王 继续向西天取经去了 好,那我们的问题来了 第一个小问题 假公主把什么扔到了唐僧头上呢 A,一块石头 B,一个绣球 嗯,正确答案就是B 好,第二个问题 假公主是什么变的呢 A,一只蝎子 B,一只玉兔 嗯,你觉得是 没错,答案就是B 这个假公主呀 原来是给嫦娥导要的玉兔啊 第三个问题来了 是谁求悟空放过玉兔的呢 A,太阴兴君和嫦娥 B,太上老君 嗯,正确答案就是A 好了,今天的故事 我们知道了天竺国玉兔是怎么逼亲的 而且呢,他是怎么又被孙悟空给打败的 今天的两个词汇 一个是热情 还有一个是无奈 你记住了吗 好了,下节课 老师会继续带领大家 去西田取经的路上看一看 又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好,那下节课不见不散咯